3 Device的話呢 我就用4吋的 大概這個地方然後最後其他 SDK的Size大概給512 按確定就會產生一個新的 模擬器的一個 這個這個設定 設定完畢之後呢 因為將來我Enjoy要啟動 必須能夠在這邊執行 不然的話你要有一個手機 你才有辦法執行App OK那我建立一個新的 你就可以把它Start 就可以直接執行起來了 那理論上 這個地方還有一個順便講一下 裡面順便補充一下 這邊有個snake shot 就是說之前呢上課的時候很多同學會 會問到說這個snake shot是什麼 其實如果說因為 我們模擬器開啟的時間通常都會很久 有的時候甚至好幾分鐘 那如果說你想要加快開啟的速度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snake shot把它打勾 第一次還是一樣很久 可是你關掉之後那個snake shot 就是會存在你的硬碟裡面 現在直接開起來 就馬上開 有點像是 休眠吧 有點像類似休眠 他就是 關掉之後他把那個記憶體的東西先 把它存在某一個 檔案裡面 打開之後他就直接開起來snake shot 這部分我想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OK那這邊按確定 那就把這個模擬器給啟動起來好了 START 好 那這邊的話直接LUNCH 那確定一下你的模擬器 有沒有辦法啟動 那通常 這個模擬器的啟動呢 速度跟你的那個CPU的速度成正比 所以如果說你希望你的模擬器能夠快一點的話 那你就去換i7 4核心 i7現在有8核 好像還沒 就4核 好像有8核 MD的 MD的有時候 那個只是一個 一個數字 像那個S4不是Samsung的 他也是8核 可是聽說效能測出來比4核還慢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當然 還要跟那個 就是說 Google像跟Intel好像有取得一個技術上的合作 所以Intel的CPU在LUNCH這個模擬器好像比較快一些些 OK那就可以把它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呢大家稍微稍微等一下 因為這個模擬器我講過他的速度跟你的CPU速度成正比 那因為我們這邊的電腦速度其實有一點 有一點年紀有一點時間 所以稍微要等一下下 請各位先把這個環境 先 先準備好 給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因為 特別注意一下在Android裡面的那個設定 真的是多如牛毛 而且一個地方沒有注意到的話 真的就會亂不出來 另外就是說 Android 沒有什麼